这是一辆我们平时熟悉又陌生的一辆车 它将要以时速100公里的速度通过减速带 前后四独立悬挂 加上超厚的胎壁 眼前的这个减速带 对它来说只不过是地面的一点小隆起 车身看上去非常稳定 坐在车内能感觉到悬架对震动过滤得非常好 这绝对算得上是一辆耐造的车 轮到我们平日里很常见的日产轩逸了 对于系的争议 两拨人可以说争论不休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表现 天呐 后轮低下被弹了起来 在多次的猛烈震动下 轩逸出现了甩尾失控 看来车身还是轻了一点 又或者是底盘的结构 主要面向的是平整的公路 接下来我们来看新款速腾 应该是速腾没错吧 德系车在大家心目中 就是底盘扎实 开起来稳的这样一种感觉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表现怎么样 车身有点晃呀 前轮的方向出现的左右摆动 感觉算一般吧 天呐 这不是武林神车吗 他出场不知道是要打谁的脸 牛啊 虽然说不是特别稳的通过 但可别忘了 这是一辆仅卖几万块钱的面包车 这表现确实不俗 好家伙 奥迪Q8 直接上来个百万级别的SUV 豪车的外观 气场看着就是不一样 感觉就是一件艺术品一样 不得不说这个悬架确实厉害 妥妥的百万豪车表现 英利天悦 这个就更厉害了 这辆车没三百万 估计都下不来 像这个价位的车 应该都配了空气悬架吧 确实厉害 斗动看起来比Q8还小 路虎卫视 这是遇到豪车窝了吗 怎么一连串都是豪车 路虎卫视应该算是一辆硬牌越野车吧 这种车主要是通过性第一 舒适度第二 这种车的悬架行程往往都很长 这个减速带对它来说算是毫无压力 天呐 我们的国货之光 红旗H9登场了 这个颜值也太帅了 堪称国产劳斯莱斯 这个悬架确实不一般 跟之前的百万豪车比起来 丝毫不差 说曹操曹操到 劳斯莱斯加长版 这个重量碾压在减速带上 车身几乎没有弹起 号称陆地上的油体 我真如此丝滑 吉普木马人 我感觉这种车出来就是砸场子的 你这轮胎 这悬架 不就是来开玩笑的吗 谁能比得过你 这是一辆奔驰C级吧 记得好多人非常喜欢这辆车的尾灯 第一下直接被弹起 在完全进入减速带之后 整体表现还是不错 算得上是中规中矩吧 接下来是宝马X7 一辆大型SUV 这种车要的就是豪华舒适 同时又兼顾了通过性 宝马X7的悬挂看起来偏软 第一下完美地接住了减速带 整体看起来较为平稳 奔驰GM 没记错的话 这应该是第一辆奔驰SUV吧 这是一辆酷配车型 加上标志性的AMG前脸 这辆车的悬挂应该偏硬 出乎我所料 我个人感觉表现比宝马X7还好 大家觉得哪辆车最平稳的 欢迎在评论里面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好家伙 劳斯莱斯库里南 这应该是目前最贵的一辆车 很期待这辆车的表现 牛啊 在接触到减速带的一瞬间 悬架收缩得非常及时 后面让人的感觉是 稳中带柔的感觉 这是奥迪6吗 怎么让人感觉有点认不出来 这辈子能开上了6的人 算得上上人生赢家了 奥迪豪车兼顾了宝马的运动 奔驰的舒适 具体表现是都兼顾得很一般 哇 高尔夫第八代 这不是我目前想买的一辆车 一辆空间不大的大玩具 整体调校感觉还可以 车身比一般都叫车都要小 但是重量却不轻 特斯拉皮卡 这是一辆今年年底要上市的一辆车 目前据说延迟了 相信这辆车上路的那一天 我们生活的未来感将会再增添一抹色彩 哇 没想到特斯拉的这个悬架还挺厉害 按道理这辆皮卡车 悬架应该硬邦邦的才对 特斯拉还是有两下子的 武林红光迷你了 这怕是来搞笑的吧 我感觉这个重量 刚上去估计的被颠飞 哈哈 不出我所料 这种车我不做平价 凯迪拉克CT5 这个外观看起来有点傻大噗 我们来看具体表现怎么样 哈哈哈哈 这个屁股是要笑死我吗 一跳一跳的 不应该啊 可能是减速带针对他这个轴距吧 又是兵力 这是兵力什么型号 看起来挺帅 后轮被震飞 整体表现还是挺厉害 福特探险者 这辆车看起来也挺大的 哇 这个牛啊 这车的地盘素质 看起来挺扎实的 没有说很平稳 但是觉得不晃 好了 本期视频纯属娱乐 大家请勿当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